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自己怎么样 有的很对 有的呢就不一定对 但是大家在一起呢 经过开会 经过这个大家在一起共同聊天 就找出一个对的方向 往这边走 但是有一些人 极少数的人 从小就心存偏见 总觉得 爸爸妈妈对谁好 对我不好 再大了以后 老板对谁好 对我不好 你看我这样的努力 这样的付出 你对我怎么样 慢慢慢慢的 这种心存偏见呢 就扩大了 在人际的关系上 跟人家常常有过差 人家大家都往那个方向 他觉得这不对 你们这干嘛这样子啊 我不要 慢慢的 慢慢的 朋友越来越少 心存偏见 快乐吗 当然不快乐 心存偏见 是养成一种习惯 最后呢 他就从某一个角度 是大家认为 那是不该走的一条路 他就往那里头 死心塌地的 往牛角线里头钻 朋友 我们的一生 有太多机会 可以改变 太多机会 可以修正自己 怎么样的让自己 我刚刚的想法 他们认为不对 那我自己再想想看 对不对 从他们的角度再想 再想一想 自己再想 觉得是 我的想法是有点错误 我应该修正 自己勇于改 勇于修正 勇于接受 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我们能不能把自己 过得很快乐 完全在于自己 当你自己 无法做主的时候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借着圣经 借着上帝的爱 让我们重新 再看事情的时候 真理出现了 自己晓得了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的去接纳人家 怎么样的去包容人家 怎么样去接受一些事情 生活我们自己受的委屈 别人不知道 上帝会怜悯我们 他也会知道 所以朋友 记住了 心存偏见 一生都苦恼 信上帝 你就有真正的平安 上帝会 上帝